為了一場選舉 這樣子抹黑 造謠 難免在年輕的時候 年輕人的時候 會有做錯事情 我關你今天的綜合競選總部 因為外界還是質疑說 那個劉政黨 主聯邦的堂主 可能會跟您同台 那您有掌握這個情形嗎 昨天 綜合區分基的競選主任委員 已經說得很清楚 這個事是他安排的 那我在想 他安排的我們袁正良都是尊重的 一個人難免有他的過去 但是最重要要改革了 侯友宜堅持正正派派做對的事情 目前都說是說劉政男出國了 是要特地變開這個地方 我完全都不知道 為了一場選舉 這樣子抹黑 造謠 假新聞弄得這樣子 好像追殺他 難免在年輕的時候 年輕人的時候會有做錯事情 但是他只要改革過這個人 他只要好好的做人 我們應該給他重新做人一個機會 同時我們也看到八年前 他為了連勝文 他實際上冒這麼大的危險 他去救他 他事實上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 那我們應該給他機會 所以王好的想 我們更期盼說 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面 大家多多包容 不要為了選舉 來撕裂 讓一些真的有心 要做好事 想為地方社會來付出的人 而且受到這樣一個打擊 好像現在好像 他是一個被打入18的地獄 他根本就不敢出來 甚至於他現在可能 都人都在國外 都會在國外 他不敢待在這地方 他現在電話 也完全沒辦法打通 他後來有跟您報告過嗎 他現在他有跟我講 他說他現在暫時他趕快 他可能他現在最近都要 他可能就要消失一段時間 在險前大概都不會出現